能到达的地方不是远方 心向往的地方 心之所向才是远方 这里是远方快递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我们都负责为你带来幸福的消息 要收听远方快递 或者预约一对一线上服务 请透过微信公众号 肖章以及Podcast远方快递 我是肖博士 喜欢美食与红酒 曾在国内外大学教书 我这个人敏感细腻 洞察力强 往往一针见血 擅长处理两性情感 帮助过很多女生走出情感困境 开启人生的新阶段 欢迎收听远方快递 本期节目由网路自媒体工会赞助播出 网路自媒体工会关注网红与直播主的劳动条件 如果你是网红或直播主 可以找公会参加劳健保 肖博士负责帮你解决情感问题 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 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从前有个信用卡广告 创造了一句名言 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这句话打中了许多女孩子的心 顺着这句话 我们来聊聊 如何让别人看见你的专注 有个听众问我 出社会之后 大概只有同事 客户 合作厂商 能看得到你的工作表现 那么 还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男生发现我的认真与专注呢 请肖博士教我有效的高段方法 肖博士告诉你 任何人口中的高段手法 都是因人而异 没有单一的方式 可以吸引到各种男生 俗话说 十个男生 九个坏 八个呆 还有一个傻傻没人爱 所以女生更要关注的是 自己本身 而不是 想让男生如何注意到我 只要你是真的喜欢某一样事物 而不是想用这种爱好 去吸引别人 那么 你反而比较容易让男生发现这份专注 如果你的心情 进入这样的阶段 发现自己喜欢的 自己擅长的那些事 真的不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总是有更棒的人 擅长于更吸引人的事物 我自己会的 从事的 不过就是我想要做的 甚至 不过就是我分内该做的 不过就是我的工作罢了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并且发自内心的觉得 一点都没什么了不起 那么肖博士要恭喜你 这种魅力 就会从你轻视自己的专注 在举手投毒间散发出来 肖博士曾经有一个朋友 主持讨论的功力一流 发表的意见也很犀利 说真的 在他的专业领域里 和他谈话 听他给自己意见 那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真的很吸引人 当然我知道 有很多女孩子 也都很喜欢他 我觉得这个朋友 最厉害的地方是 当他完成了某一项工作 很多朋友 在旁边纷纷加以按赞 可是 他完成了某项工作 面对朋友时 他几乎绝口不提 先前的优异表现 如果大家吹捧他 他也会云淡风轻地说 靠 这就是我的工作啊 有什么了不起的 换成你是我 你也会这样啦 讲得淡然 讲得轻松 一旦又重新开始工作 他那锐利的眼神 那似乎会放电的目光 就是会让人感受到 专注的吸引力 这好比近几年 很多成功人士 分享的归零心态 只要在同一件事 同一个职业领域 做到优秀 你的对手 就会越来越少 那你要如何让自己 持续进步呢 就是自己跟自己比赛 每一天都归零 用专注的态度 对待日复一日的日常 哪怕是同一件事 慢慢的 你会发现到自己 变得越来越有魅力 这种人心里 多少也有意识到 他在专注时 就是很有吸引力 但他反而不会去吹嘘这些 当你能云淡风轻 笑笑地把自己的专业 很生活化地分享给别人 萧博士要跟你说 这是属于工作上 专注的魅力 你会是一个 很有魅力的女生 萧博士辅导过无数个案 有大量关于两性相处技巧 亲密关系的建议 以及提升情商的秘诀 目前团队正在规划 萧博士讲授 提升魅力七堂课 如果想彻头彻尾地改造自己 报名参加提升魅力七堂课 好了 这集的节目就到这里 远邦快递 很高兴为您服务 想要与萧博士 有更多的情感交流 欢迎收听 微信公众号 萧张 或者Podcast 远方快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